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包子军最近工作比较忙 还在加班 那么今天呢 还是要联系一下大家 现在是找工作的旺季 然后包子模拟面试的 现在是非常火 然后呢也对很多学员有很大的帮助 很多朋友也相对的拿到了 很多大公司的offer 所以说大家准备好了的话 可以让我们包子的老师们来面临一下 包子的老师里面都是一些 非常非常有经验的面试关系 都是一些很牛的人 然后呢肯定会大家有好处 给一阵见血的帮大家指出问题 OK我们今天好久没来做题了 做一道新题 这个叫什么Nim Game 然后这个东西呢 其实想想大家很多板 就是说你一下放了一堆石头 对吧 你跟那个人玩 你先玩 你现在只能拿一个石头 两个石头 或者三个石头 你不能选择不拿 然后呢你也不能多拿 而且呢你的go呢 就是说和你的这个friend的go呢 你们俩都是想要赢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就比如说现在手里 手里有三个石头 你不能说你一下就拿一个石头 你三个石头 你就要给拿完 你就要赢 有这么一个assumption 那么你怎么玩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你看他的这个hint也都说了 对吧 然后如果现在石头是一二三 那么你先来 那么你肯定就赢了 如果是四的话 不管你怎么拿 你都拿不了 对不对 你肯定就输了 那如果是五的话 你又赢 所以说一个最基本的想法呢 就是说就是你可以递规的写了 那首先就是一个基本的想法 你这样写对吧 然后呢写完了之后呢 你从四开始 然后这个值如果比它小的话 你就不停的往里面 就是说你看一下 就是说winning number对吧 然后你每一次呢 就是说我少拿一个它能不能赢 少拿两个能不能赢 如果这三个都试过都赢不了 那么那么这个东西 肯定就是你的一个winning number 对吧 就比如说我们拿到了四这个数 然后呢 然后四减一你发现 对方能赢 所以说你这个东西你赢不了 然后呢减二对方也能赢 减三都赢 所以说你只要拿到了四 那么你肯定就输了 所以说你这样子 你拿到五的话 为什么能赢呢 因为五减二减三 三就 三就可以三就可以赢 对吧 对吧 如果你拿到了五 然后呢你可不可以赢呢 当然可以了 因为你只拿一个 你只要有五减一点四 四 五减一点四 然后winning number 里面没有四对吧 所以说 五减一等于四 contains 4 false 所以说这个是true 所以说五就是你的一个winning number 对 然后呢 这样子下来的话 你这样子写下去之后 它会有很大的数 对吧 这个就会就是time limit exceeded 然后呢 如果你挣扎一下 你写出一个低规的方法 那么你一开始不停的压 也大概低规也是这个意思 对吧 你的中指条件是一二三会赢 抽这么写 那么你肯定会 就是stack overflow 因为你压了太多的站 所以这个题怎么办呢 然后呢 就有点崩溃 对吧 但是你可以我们可以在这稍微想一下 就当这种脑筋击反弯的题没有的话 大家就可能会想一下对吧 如果是一 你就是赢了 二也是赢了 三也是赢了 四输了 五也是赢了 六也是赢了 七也是赢了 七为什么赢了呢 因为你可以选择拿三个对吧 你拿三个的话 对方不管怎么拿他都输了 然后呢八 那么你又你又输了 因为你八你不管怎么拿的话 对方都会都会赢 对吧 因为你不管拿一个拿两个拿三个 他们这个五六七都是保证能赢的 就是说你一点点就其实就 以此类的的话发现 其实这个数目 这个这个题就最后变成了 变成了一个 特别牛逼的one liner的题了 对吧 就是说你其实就是return n模4如果等于零的话 那么你肯定就输了 否则的话你就赢了 然后呢 这个也是比较公贵 如果你是想象的话 就是你想你力所不能及的地方 就是你只能拿三个对吧 到了四你就受不了了 你就拿不了 那么对方肯定就赢了 OK 脑筋积断完没有办法了 就是列出来找鬼主 就像当年高考一样 谢谢大家收看拜拜